看到這個貼文 我都有點憶慮 華為的余誠東 我們知道華為輪流的CEO輪住李座 余誠東是其中一個 在訪問時說 因為全國人民的支持 才會有華為的Mate60 在訪問之中 只講到生死只是一瞬間 因為Mate50 即是Mate60前面那一部 是一部4G的手機 但是全國人民並沒有嫌棄 售賣了一千萬部 正因為這50G的售賣 華為才有研發的資金 他熱淚盈康地感謝全國的華為粉絲 亦都起身深深鼓鼓 說自己最無助的時刻 馬上睡不著覺 經常獨自落樓下 這樣轉一轉 試一試壓 華為何其不幸 忍辱負重 如今 華為 肉火歸來 我們能不激動 這樣給一個擁抱嗎 說一聲 老友 好久都不見了 我想我會等它P系列的下一部 P 如果繼續命名方法 就是P70 Mate60 我想我會不用 我比較想我一個攝影功能 更加好的相機 所以我等下一部P70